就在近日,网络上晒出了几张黄晓明带着儿子小海绵现身的照片。 在他们的这一次亮相当中,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同框现身在了一起,当时Angela BV也出现在了画面当中。 因此当他们的这一则消息被分享出来了之后,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从网友分享出来的照片中,黄晓明当时身穿了一件白色的休闲T恤,并在自己的手中抱着小海绵。 而在他怀里的小海绵,则是身穿了一件绿色的上衣并乖巧地靠在了爸爸的怀里。 然后当他们开心地走在一条通道的时候,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助理,还专门从背后走了过来逗小海绵,让画面看上去非常的温馨。 不过在他们的下一张照片中,则是可以看到了小海绵的妈妈Angela BV,从另外一个方向靠近了过来,走到了黄晓明的身边。 而在当时的Angela BV,她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,以及搭配了一件白色的长袖卫衣。 当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一张照片在网络上被分享出来了之后,让网友们终于见到了他们的一家同框。 并且在当时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多位朋友,他们都一起进入到了一家酒店里面,就像是一个旅游团一样的阵容。 然而当他们走进了酒店之后,没有过了一会的功夫,就又看到了黄晓明自己一个人,从酒店当中走了出来去办其他的事情。 他一边走着路,还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,整个人的举动看上去都是分忙碌。 不过在第二天的时候,网友又在那一个酒店的门口,见到了Angela BV的身影。 他当时还是身穿着那一件白色的卫衣,以及依旧是戴着那一个白色的棒球帽,并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出来游玩。 只是可惜在这一张照片中,却没有看到他的丈夫黄晓明的身影。 估计是在前一天当中,黄晓明因为其他重要的事情已经离开了那个酒店,当然也有可能在当时,或许黄晓明正在酒店里面办理着其他事情。 然而他们在前一天的一家三口同框照,就已经让不少网友们都纷纷羡慕了起来。 有的人都已经直接评价到了,他们一家三口真的很幸福呢。 并且还有的网友激动发文说到了,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偶遇到了这对明星夫妻,终于等到了他们的同框。 因此如今看来,他们夫妻两人根本就没有离婚,而且如今依旧还是非常的幸福呢。 其实在前一阵子的时候,他们夫妻就曾被拍摄过,两人一起现身于北京的一条街道。 从他们被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看到了,当时的Angela B身穿了一件黑色的外衣,以及搭配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。 他当时正在那里接着电话,而他的儿子小海绵则是身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,并将自己的脸部包得十分严实。 据说他们当时带着许多同事,一起现身了一家餐厅一起吃饭,然后被网友拍摄下了这个画面。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,后来由于路人越来越多,以及他们的助理不让靠近拍摄,因此没有拍摄到他们夫妻同框的画面。 但是他们如今被拍摄到了夫妻同框的画面,就说明了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稳定的。 他们并没有像网络上流传的那样,说到两人的感情出现不和。 所以事实已经证明了,他们夫妻的感情还是很好的,而且在一次历破了离婚的传言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Angela B的他们的这一对明星夫妻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 和谈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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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